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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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你再发现我一点 虽然我公司破产了 你是我女朋友 她是卫生首富的女孩 你首富在国外设备了多年 这次要亲自回来参加我们的帝国宴啊 是后国上成了卫生首富的女婿 那事情 你那个林哲宇她都得提不完的了 几百万 我还得出去 爸 张明她自主创业事业有成 而且对我非常专一 甚至愿意婚后到我们李家来生活 所以您就放心吧 她对我很好的 林副总 听你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明你以为我背后没调查你事啊 你那女朋友陈曼她都是一个钢饼 让人生 再说了 你要是守 我 你怎么还得到我去 你怎么还得到我去 我根本没问题 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我身体的未婚妻是李树雕 这是我们丢婚宴的情景 李树雕她就是一个凶大无闹 钱又多的傻白甜 我没有什么恋爱情景 我稍微包装一下自己 有她追到什么 这上面 有我们的照片啊 对了吧 这是张明他们公司创业初期的照片 那时候公司只有三个人 办公条件特别简陋 但是张明通过不断的努力 将公司规模扩大 现在养了近百人 赚了上千万呢 而且最关键的是 她并没有因为有钱而变坏 而是将大部分的钱 都拿去做公益了 全都捐给山区了 树雕 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以后集团 肯定是要交为你的 在婚姻上的事情 一定要谨慎 爸 你就放心吧 张明做的这些事情 我都找人调查过了 都是真的 而且 她平常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一有时间 就会给我打电话报备的 我很有安全感的 那既然这样 爸就放心了 爸 真好 爸 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 我跟张明说了你六点才行 到时候咱们再见面 好啊 还是我的小喵我会心中人啊 我靠 这不是张明老婆吗 不行我得赶紧拍起来给张明发过去 还真是李氏总经理李初遥啊 好 他再相信你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我要拿不到钱 我就先收了你的老家 然后再弄死你 那 老丈他们走了 什么 你妈的 一个放高利贷 很正 等老子拿下来吃 这块你可不弄死了 张明出事了 你老婆和别的来人在酒店开房 赶紧过来 什么 我 如果李初遥因为这个男不跟我订婚 那要说服千金的背书 我可一定会整死我的 不行 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喂 李初遥 今天咱们订婚你在外边找男人 订婚你还订不订了 张明你胡说什么呢 李初遥 你以前在外边有没有男人我管不着 但是今天咱们订婚 我告诉你 以前的这些关系 你全部给我断干净 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你知道什么呀 你真的有事啊 晚点再跟你说 喂 喂 走 怎么回事 李初遥出轨了 盗嘴的肥肉不能飞了 李初遥只能说他 哪个男人敢坏我的好事 弄死他 啊 他敢这么订婚当天只可以请男人开放 你是在立马上什么房间号挂起我 叔叔 有个丈夫吵架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算了吧 不管他了 送你上去休息最重要 你上去休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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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休息最重要的 前世 去到了 你 bed 叫妈妈 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书屋 今天不是他死 有什么王 我去抓小三 董事长怎么还没下边界 喂 董事长 您到了吗 我到了 我女儿把我接走了 辛苦了 你们先回去吧 不辛苦 不辛苦 大小姐把你接走了就好 董事长 您让我准备的东西 我已经放进房间里了 在一个公文包里 好我知道了 爸公司有个紧急会议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您先在这休息 下午六点 我和张明定婚宴就在这举行 好去吧 别当我的会议 嗯 哦对了爸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李总肯定刚办完事 不然怎么还用不着风啊 还真是看他笑的 肯定把刚被人做瘦了 看坏我的好事 我死定了 也不知道这块僵尸单顿限量馆 还有一套云顶的别墅 张明会不喜欢 谁啊 是书瑶忘带什么东西了吗 这小妮子 总是粗心大意的 来啦小妙啊 没事 小妙 这跟我玩儿子在外面是吧 有妈生没妈 你出事 你别以为理不让不告诉我 我是不知道 小妙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 谁妈是你上什么 李老师关门 啊 你怎么了 你跟头面跳起脑子 啊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上这比输要玩玩 你就跟我这装活动是吧 你你说苏瑶 你咬的 没什么时候我说给女人 啊 你是不是张明 你怎么知道呢 我什么时候要告诉你的 是什么事 把你弄死都算是便宜 我居然要让你生不如死 我绑起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快快快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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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你赵 赵明 我是苏瑶他爸 你捂着你 看看吧 你捂着我 你文杰策翻野上你了是吗 那你是傻子呀 你要是李叔要他爸呀 他爷爷 哎张明 你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我以为他真是李总福气 啊什么电话呀 李书遥他爸可是北省首富生意遍布全球 就他这B样 配了 而且李书遥跟我说了 他爸呀 下个节道 来给我安住 现在知道他呢吧 跟李书遥在一起花了不少钱吧 我告诉你李书遥的每一份钱都是卵的 现在赶紧把钱交出来 不然 我说你这把刀呀 他就不眨眼了啊 哈哈哈哈 张明 你这个混蛋 我就知道你跟书遥在一起就为了涂他的财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 书遥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个蠢货 你找死 喂 老公 我公司有个紧急会议可能要晚点过去 你把亲戚们都在训言会听 我爸也快到了 你们好好接待他 我知道了 老婆 我 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喊啊 你听过了 是压子的 压子 哪是压子 反正你们赶紧去约会听 撑得好吧 把这个畜生和他的东西全部都给我带到燕回城去 我老丈人马上就到 你可是他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呢 他就算是连打个喷嚏都能让整个北省叛徒的存在 你还害怕呀 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渣了 我告诉你 也就算是冰冰弄死你 我老丈人也会给我撑腰 快走 老丈人 老丈人 张大哥 你们就放心吧 等着订婚宴结束了 咱们老张家也算是月楼门了 我们肯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对对对 这下你们发达了 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亲戚啊 好说好说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来了 亲戚们可都到了 需要和他爸什么时候来呀 哎呀 儿子这谁呀 满脸都是血 会不会气啊 这是李舒阳在外面那几个人 什么 野男人 他妈的 好儿子啊你 你他妈找死是吧 给我打 有不给你敢说呀 你真该死啊你是 手表 这可是僵尸单队的限量管 刷十匹的时候我刷到过 好像应该要超几亿的 几个亿 这不会是李舒阳送给他的吧 李舒阳 这块表是不是李舒阳送给你的 说话 一个燕帽心下的东西 我去 老都没收到李舒阳这么好的礼物 我先给你是吧 给你 给你 老都别打了 你把他打死了呀 我先把这架给你砸了 我给你砸 这是云顶别墅的花在那儿 什么 我 给云顶别墅的房产症 我听说 这一刀冰我一刀呢 这也是李舒阳送给他的 李舒阳 儿子 这是李舒阳的婚前财产 咱们无事干涉 你饶了这个畜生 撕了他 对 撕了他 你都没做得真好 看看 张明 你如果撕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个畜生 把他留给你 我们才后悔呢 够大仔 你也配住别说 好啊 好啊 张明 我本以为 你上进董事 可以照顾好我女儿 所以我才送你这些礼物 但是我没想到 你是这么的愚蠢 粗笔 还有你们这些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好东西 无知 贪婪 自私 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掉 我女儿 为什么会被你们这种人所欺骗 不是 谁在这儿说 我告诉你 我岳父 集团资产几千多亿 而你呢 你呀 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 浪 我告诉你 你呀 给我岳父 提鞋都不配 等张明娶到 李总 我们这些亲戚 也会一起飞黄腾达 你现在还敢来到这里闹事 我们没有弄死你 已经算不错了 现在 你们不仅不会飞黄腾达 还要等着我李氏集团 对你们的制裁 最硬是吧 浪 打死 这 谁的照片呀 什么照片 把照片还给我 是你的照片呀 大家伙都来看看啊 这个狗砸嘴 他有老婆 什么 他有老婆 好你给我 照片呀 你在外面瞎搞 你自己的听你老婆吗 照片 这是我和我老婆 唯一的照片 你只要把照片还给我 我之前的事情 都可以尽我呼吸 想要啊 好啊 来 怎么看 钻过去 当然你也不是很想要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死了 不要 我不要 我 我转 我 我转 哎呦 现在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吧 我让你追你不追 你怎么那么贱 赵鸣 我都已经装了 你把照片还给我 行不行啊 好啊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林真宇 现在立刻到云霄酒店来 我要轻我 人杀 董事长放心 我带人马上过去 快叫人去云霄酒店 林总有料所有人集合出发云霄酒店 不好都这个点了 爸爸应该等着急了吧 也不知道张明有没有接待好办 走 去夜不听 我刚才要是没听错的话 你好像喊了林振宇的 你们这些衣冠禽兽 不明真相 只知道屈炎富士 跟地痞流氓有什么区别 今天我就要你们所有人 都付出代价 你知道林振宇是谁 林振宇是李氏集团北省副总裁 在北省除了我老丈人 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说 你要找林振宇来帮你啊 是又怎么样 你还不配做我的女婿 狗东西 我们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是吧 我告诉你 等我跟李书瑶订完婚 就连林振宇也挺我这个工具 至于你这个畜生 那个狗狗北省首次的女儿 我告诉你 是他找死 啊 儿子 儿子你不会真把他打死了吧 死了 这个和我没关系啊 我跟他没动手 怎么回事啊 大型的人还死人了 我们会不会进阵医啊 他没死 就弄了还在跳 就是晕过去 别说是没死 就算是死了又 我被婚妻和我老丈人马上就到了 到时候订完了婚 整个北省 我给谁敢动我 对对 亲家公手眼通天 我儿子把五叔瑶迷得神魂颠倒 整个北省 谁敢让我们有事 这个垃圾给我拖走 我的书瑶和你老丈人来了 哎 什么的眼睛 老爸 你身上没站上去啊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儿子 反正着呢 对对 等首富老丈人看见我儿子 一定会很高兴的把他女儿 交到我儿子手里的 哈哈 到时候我成了你家女士 就连在北省呼风唤雨的林郑宇 他也得听我的 哎呀 我现在 真是不厚不及待的想见我的老丈人 哈哈 李总大 我的好儿媳来了 哎快说了快打招呼呀 李书瑶 今天的事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了 张明 你接到我爸了吗 你还想装糊涂 不是 怎么了 有人说你不高兴了吗 李书瑶 非得让我把你在外边找小三的事说出来 你才肯承认吗 我找小三 书瑶啊 这人生在世 谁没有错呢 先问这钱就算了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我儿子真心的一个 哎呀 书瑶 你要是阿姨这个年纪啊 犯这个错误 阿姨理解 现在你还这么年轻 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我什么时候找小三了 你们在胡说什么 张明 今天我爸特地推掉海外所有的生意 飞回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 我妈走得早 是我爸把我养大的 今天你们谁敢胡来 就是触碰我李书瑶的底线 李书瑶 你少在这扯开话题了 我告诉你 人我已经抓到了 等老丈人过来 我让他为我做主 抓到了 你们抓到谁了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找过什么小三 抓错人了 赶紧把人放了 放人 证据确凿我凭什么要放 我呀 要让我老丈人为我做主 书瑶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就赶紧给小三道个歉 以后自己不在外面找男人了 书瑶 这小三和丈夫 还是要分得清楚的 我们家安明啊 对你啊 是真心的好 别的男人啊 都是图你们家的钱 书瑶 张明已经够了 要是我老婆在外面找小三 我非得打死他吗 就是 啊 要我说 赶紧给张明道个歉 这事啊 那就过去 我认什么错 你不是说证据确凿吗 来 把证据给我 你想要证据是吧 好 这块僵尸单顿是不是你 两个亿啊 李大小姐 你出售可真是阔绰呀 我根本就没有买过什么男士手表 好好好 这个 云顶天宫的别墅 我记得你说你最喜欢的就是云顶天宫的别墅了吧 我以为你是要买给我的 可是 是你拿出来一个野男人 够了张明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清楚吗 李总 之前董事长要买云顶天宫的别墅 让我调查 张公子是不是因为这个误会了 误会 这是我爸给我准备的嫁妆 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云顶天宫的别墅 别墅 什么 嫁妆 抓的到底是谁 李淑瑶呀李淑瑶 我差点还被你给骗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会儿拿老丈人当挡箭牌 就是为了给那个狗东西脱罪吧 张明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和别的男人背着我出去开房 你告诉我这叫大喜的日子 张明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 今天这婚也没必要顶 书瑶 萧萧气 你和小明啊 经历风雨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要是因为这点误会就分开了 不值当的 书瑶啊 张明呢 他为什么那么大反应了 还不是因为太爱你了吗 儿子 赶紧原谅 书瑶 先把我定下来再说 你把书瑶气走了 你公司那些账 谁给你换呢 书瑶 谁要是干了这事都不好意思往外说 我们理解 但是那个男人他摆明就是在骗你的男人 他有老婆 他就是在骗你的感情 就是 你说张明这么多年努力工作 那为了谁啊 那不为了你吗 外边的男人 谁能比他张明啊 说够了没有 污蔑我找男人 还是有家事 我李书瑶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们可没污蔑你那男的 可是亲口说 照片上的就成老婆 照片还在哪 马上把照片上的人给我削出来 李书瑶 你现在知道这男的不是什么豪鸟了吧 我再说一遍 马上把照片上的人给我削出来 李书瑶 这个男人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了 这次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有下次的话 会 你知道他是谁吗 书瑶 咋有话好好说 不行动手 李氏集团 林总才到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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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怎么过来了 是不是知道我跟书瑶要订婚了 所以特地来祝福我们的 大小姐 大小姐 您怎么拿着董事长的照片 林总 你说 照片上是董事长 董事长的照片 那岂不是说 刚才动手打的是 树瑶她爸 树瑶她爸 不能 真的不能 他们也不开房了 怎么可能 是她爸呢 你们刚才说什么 动手打了我们董事长 林总 你是不是开玩笑了 这照片上的人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呢 你是在质疑 我连董事长的照片都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你 我爸在哪 马上给我交出来 交出来 董事长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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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瑶 是谁大的你 我要让他们百倍强还 快送我爸集园 跟他做卷命捡仗 没人 莫公司长去医院 快 快 引走 应走 这是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让我过来请你人渣 现在看来 你们就是那些人渣 我 从现在开始 定婚宴取消 我和张民就是分手 什么 什么 徐小婷会议 非要分手 书遥 跟我分手 去把酒店监控给我调出来 谁打了我吧 我要让他们百倍偿还 是 书遥 咱们在一起六年了 这六年来我为了你艰苦创业 我天天熬夜 你难道都忘了吗 是啊书遥 你们相爱六年 人生能有几个六年 要是你没这点误会 你们就分开 那不是来浪费生命吗 误会 你们所谓的误会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确认我找小三 然后动手打了我吧 谁给你们的胆子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我不知道他是你爸 不是说你爸下午六点才到吗 我不知道他接钱到了 而且成年他拍到了你们开房的照片 我就以为他是小三 书遥 书遥 书遥我是爱你的 你还记得吧 以前你那一群红红红微信 是我 是我停车而出 我救了你 甚至为了救你 我 我失去的生于功能 都没有办法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说了吗 董事长 你醒了 我女儿呢 她怎么样了 董事长 大小姐要取消定婚宴 但是张明说她以前救过大小姐 当时导致她生命功能受死 大小姐心理善良 我都有愧于张明 想要 想要什么 难不成 她想原谅张明 都说她张明尚心善良 可我不信 去给我查 查她这些年所有的经历 是 大小姐 张明救过你 书遥 我儿子张明的事你必须负责 要不是当年为了救你 我儿子也不具有生于功能受损 书遥啊 你真不能因为一点卧魁 离开我们张明 张明的负责太大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没有了生命 还不是撒算 是啊 李总 张明每次跟我出去喝酒吃饭 聊到这个事的 都自备了 李总 我看 你是不是早就想了张明 给他拽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吧 什么 李书遥 你还有没有良心 当初要不是我儿子救你 你早就被人强奸了 就是 你们不能找到自己有权有势的 就这么做的 书遥 你真是这么想的 张明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你救我的事情我一直都记得 可是 可是这就是一个误会 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才会嫉妒 可是我无心 这是我才伤害了岳父 我相信岳父一定会 宽宏大量原谅我的 我真的只能做 我一定会认真的向岳父道歉 书遥 原谅我好不好 查到了 这个张明大有问题 大小姐对她了解 都是这个张明在刻意伪装 实际上 她有女朋友 而且 根本没有丧失生育能力 她的女朋友陈蔓蔓蔓蔓 已经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什么 这个人的杂 马上给我找到陈蔓蔓蔓蔓蔓 把她带到宴会厅来 更不把我女儿头上 想去找死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说要原谅我好吗 简直找死 大小姐 这是刚调出来的监控 监控画面和录音显示 是张明带着他朋友 到了董事长门口 给了董事长医学 对董事长进行了施报 并且还 并且还什么 拿刀威胁董事长 什么 张明 我知道你们打了我吧 但我没想到你们下手这么狠 你救我的事 我会千百倍的补偿你 但现在 谁拿的刀给我站出来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跟我们没关系 不说是吧 林郑远 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送去报案 违法监禁 意图害命 这个罪名最少能够判你们十年 十年 都给我带走 我说 我说 坐牢 坐上 就是张明 他能得到 就是他让我们 打的你爸爸 就是他 救了我们 是不是 张明 又是你 不是我说 你给我闭嘴 要不是你给我拍照 我怎么会冤枉收摇 你老子 好什么 原来你才是罪魁或什么 造谣 传谣 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要让他下半辈子 在监狱里面忏悔 别 别 放开我 我不想做了 别走 我现在找错了 张明 他很不适就骂着你 我知道他所有秘密 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根本没有秘密 埋着他 我 张明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娶李总 是为了天大的好处 而你呢 是给了我两万块钱的疯狗费 两万 现在想让我替你去坐牢了 我现在就把你的所有秘密 全告诉李总 李总 我跟你说 这小事了 你别个处 我说办法什么呢 张明 张明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难不成你真的有事情瞒着我 说呀 不是他 是他 他为了不去坐牢 他什么话他都说得出来 是不是乱说我自有判斗 说张明都瞒了我什么 说让你不要相信 再敢插嘴 死 李总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我的秘密 不过 你你答应我件事 别把我送去监狱里 那就要看看你的秘密 够不够不够愤的 张明 你不是人 就别怪老子 不义了 李总 您看到的张明 都是假的 假的 什么意思 出事 要胡说什么的 李总 你看到的张明 扬公 向上 都是假的 都是他自己故意奉献的 还有 他做的慈善 也都是 听说 您对这老妹也屁讲 他故意的 还有 他 你以为 还有一个女朋友 什么事 鼠阳 他骗你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李总 我爱人 我说的都是神的 还有一个女朋友 叫叫叫 叫慢他 他跟你在一起 就是都没有钱 和你的父亲 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鼠阳 他都是骗你的 这慢慢是我钱的 我们早都分手了 既然分手 那他为什么会还有你的孩子 爸 你没事吧 爸没事 医生已经帮我处理好的伤势 爸 你刚才说 谁怀孕了 陈漫漫 怀了张明的孩子 什么 他就是陈漫漫 可张明不是因为救我 早就丧失生育功能了吗 叔叔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而且我跟陈漫漫早就分手了 你们别被他也骗了 陈漫漫 咱们早就分手了 你别在这儿诬陷我 要不然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来人 取张明的毛发 跟陈漫漫动死里的孩子 做亲子鉴定 哎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这是暴力心啊 啊 这 去做亲子鉴定 是 战狗 哎 陈漫漫 我放开我 陈漫漫 别跟他们见 陈漫漫 陈漫漫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 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让你们所有 行着他欺骗我女儿的人 在北省 没有立足之地 立东市长 这些都是张明搞的鬼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有钱 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就算你们李家是北省首富 可不代表你们能只手遮天 如果你想试试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可以满足你们 好啊 我虽然比不上你们李家 可不代表我在北省的人脉 都是摆设 我就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无法立足 既然你觉得你的人脉很苦啊 那我就从你的人脉下手 小林 传统市长明 张家在北省 除名 董事长都安排好了 装模作样 王哥怎么打电话了 王哥 张老赛 你干嘛到底人了什么人啊 就因为老子和你关系好 老子公司破产了 什么 因为跟我关系好 所以公司破产了 张老赛 你老子 老子要不弄死 老子就不姓王 王哥 王哥 什么 我被公司开除了 学校不收我女儿入学 怎么可能啊 我不是已经把红包给包过去了吗 什么 红包吹了回来 完了 全完了 李董事长 李董事长 求求你 我错了 我错了 现在道上的人都在追杀我 要是被他们发现 我就死定了 李董事长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饶过我吧 我孩子不能没学校 要是没学校 他就输在起跑现场了呀 李董事长 我求求你 不要让公司开除我呀 这份工作 是我好工业争取来的 我而被公司开了 我没法向家里面交代呀 我怪你们 张明 还有你爸 还有你妈 没有你们 老子工作能丢吗 我们今天 跟你们断绝关系 从此以后 我们 与你们家 再无任何联系 对 都给他害了我们 跟他们断绝关系 李董事长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你就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吧 好 我现在就给你们这次机会 从现在起 跟张家撇清关系的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计计 真的吗 李董事长 我们可以走了吗 现在我们走 是不是就不用被追杀了 我说过 不计较 太好了 走 我们走 走 我们走 走 你们走什么 儿子 谁就不怕影子外 他追在心里下 董事长 肩底结果出来了 陈蔓蔓 肚子里的孩子 又是张明的 什么 张明 你不是说 你没有生育能力的吗 张明 这些年 你一直都在骗我 张明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 是 是他 是他勾引我的 对 就是你 张明你 臭 你妈的 臭婊子 要不是你勾引我上床 我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老子的好事 都被你这个贱人给坏完了 我勾引你上床 明明是你不但 臭 臭婊子 到现在了 你还在这诬陷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败我的好手 我就是杀了你 书阳 书阳 你对我 张明 你不仅骗了我这么多年 刚才还差点把我爸给打死 书阳 我是个臭小 我不是人 书阳 我知道错了 可是我出轨是有原因的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他 他勾引我 他灌我酒 他把衣服脱光了 勾引我 你说 这哪个男人能挡得出这种诱惑 我让他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了 怎么好好的行吗 我虽然骗了你我生育能力的事情 但是我的确从那些混混里面把你救下来了呀 不是都被那些混混打成什么样子了 还记得吗 对对对 书阳 我儿子救你是真的呀 放屁 那些混混都是他花钱找来的 那些混混也是你花钱找的 不是的书阳 不是 就是那些混混都是高利贷王虎的手下 你花钱找他们陪你演戏 最好一寻就美 什么事 他就杀了你 高老师 小米 你个畜生 都想对我负责就算了 你还想打掉我肚子里的孩子 你休想 贱人是他坏了 我好谁是个贱人 书阳岳父 你们不要相信这个毒妇的话 他是个贱人他就想害我 我根本就没有花钱请一声 是不是花钱找的 把王虎叫过来就是了 小林 吩咐人把王虎叫过来 爸 您刚从医院出来 坐下歇歇吧 哎 张师傅 你怎么还坐地上 不行 哎呦 您这马上就入罪了 坐李虾的女婿 往后 您还得提携提携我呢 他提携不了你了 您是 李氏大小姐 李大小姐 小弟 王虎 这位是您父亲 早就听说您亲亲订婚 您董事长特地从外地砍过来 没想到还去真的 李大小姐 听您刚才意思是 小弟有什么地方得罪金了吗 要不然 会员提前我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并婚宴取消 我和张明已经分手了 并婚宴取消了 你们分手吗 六年前 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放学 有一群混混骚扰我 是张明救的 而我现在得知那群混混 是张明花钱找的 就是你王虎的人 李大小姐 你可不敢乱说呀 我的小弟 他怎么敢骚扰你呢 这绝对不懂 叔叔你听懂了吧 这根本就没有的事 是陈蔓蔓他们胡说 我没有理懂 这件事情 不止只有我知道 王虎和成员 肯定也清楚 陈蔓蔓说的没错 那个 那些欺负你的货目 就是张明花钱找的 胡说当时我也在 王虎确实不在 是他小弟来 胡说胡说 你们胡说 他们几个何解 我来无限了 闭嘴 王虎 你说 我想起来 六年前一个夏天 张明她的确给我打过一电话 她说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演一下什么英雄救美 我钱钱少呀 我就随便拍几个小弟去了 李大小姐 我不知道是你呀 要不然给我这多钱 我也不敢干这事啊 张明啊 你看什么 你个狗东西 向我钱不还不说 他们还带着猜死我 我弄 你放开我儿子 放开我儿子 我儿子猜你们多少钱 我把你打还 你还什么 五百万 少一分钱 你动车 什么 五百万 张明 你不是说只有五十万吗 你要害死我和你爸呀 怎么 我听他意思钱拿不出来是吧 啊 书瑶 亲家够你们 谁这你亲家 养不教父之过 你们这个德行也配做我的亲家 哎 董事长说得对 你儿子欠钱不还 做父母的 我有支援所以 我钱不满 五百万 你就是把我们买的 我们也还不起呀 我先把老家的房子抵押给你 给我们一点时间筹款 我们筹齐了 马上还给你 你们老家的房子 他本来就是我的 什么意思 什么我们老家的房子 本来都是你们 你把这话说清楚 看来你们两个还不知道 他张明 当初找我贷款的时候 就是抵押的你们老家的 现在债没还 房子不就是我的吗 什么 张明 你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你个不孝子 你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我没了房子 我处拿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够了 我抵押点 我不就是为了包装好自己 给你们娶个好儿媳 让你们能过这好日子吗 谢死我 我跟你骂呀 好哥 这条爱马仕皮带价值四十万 再加上老家的房子 能抵六十万 我还欠你四百万 张明 你拿着我送你的礼物 还债你脸呢 这已经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拿来还债走了 这六年来 你依靠欺骗我获得的所有礼物 我全部会依法追回 你是什么 不仅我女儿 这几年送你的礼物 要全部追回 还有我跟你准备的 僵尸单顿限量款 和一套云顶天宫的别墅 总价值八个亿 也要全部照价赔偿 张明 我现在改变层面了 我不想送你去坐牢一日三次 我想让你就在外面待着 天天被这些收高利贷的人折磨 这是个意思 王虎是吧 只要你能从张明身上收回八个亿 我问你 啊 放我一半 那就是四个亿 哈哈 李大小姐 您放心 嘿我还有的是手的 怎么才能拿出来 是不是也好 王虎他是放高利贷的 我不还钱我会死的 爸 你同意吗 恶人还需恶人 王虎你让他还钱 但是不要伤及无辜的 明白同意的 那那个董事长 张明他爸妈算不算无辜的人 这个你自己判断 爸 我们走吧 慢点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李师长你不能走 李叔强你做的是监狱 你做的是监狱 你那搞的东西 你还想成为李家的女婿啊 我看你就是那什么小事天鹅是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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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要 李总 陈女神 你有事吗 李总 我是想让你封过肚子里的孩子 我还没有丧心病恐怕这种程度 可这是你和张明的孩子 你要生下他 我打算生下来 虽然张明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孩子是无辜的 我一个人可以养他 做一个单亲妈妈不容易 你要是有困难 可以找我 谢谢你李总 就算再不容易 我一定会坚持的 爸 对不起 刚才让你输尽了 傻姑娘 这事不怪你 是张明太能伪装自己的 爸 我向你保证 从今以后 我找对象一定看清对方的人品 绝对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说对了 找对象人品最重要 哈哈哈 实在欠我 41440万 哈哈哈 你这说 你要怎么还